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幸福想不了 世上只有妈妈好 没妈的孩子像根草 离开妈妈的怀抱 幸福哪里找 世上只有妈妈好是一首歌 没错,非常流行的一首歌 我小的时候会唱三首歌 哪三首 第一首歌是小燕子 第二首歌是小蜻蜓 第三首歌呢 世上只有妈妈好 可见这首歌 你唱的歌太少了 你知道小的时候 小孩子都非常非常非常的需要自己的妈妈 没错 所以每次妈妈不在身边 然后听到世上只有妈妈好这首歌 就会让人想哭 对,特别是中国 很多小孩长大的过程中都会听到过这首歌 而且很多妈妈也会开玩笑 世上只有妈妈好 爸爸不好 爷爷不好 奶奶不好 世上只有妈妈好 好,那我们下面就给大家唱一下这首歌 好 然后希望大家可以跟我们一起唱,好吧 我唱的不好 尝试嘛 对不起,唱错了 我们再来一遍吧 一,二,三 世上只有妈妈好 有妈的孩子想快抱 投进妈妈的怀抱 幸福想不了 所以第一段是说 妈妈好 有妈妈的孩子非常的幸福 非常的快乐 非常的开心 非常的开心 第二段呢 第二段我觉得会说 没有妈妈的孩子 没有妈妈的孩子会怎么样 没有妈妈的孩子会怎么样呢 那肯定是不快乐 很孤独,对不对 我们再唱一遍 一,二,三 世上只有妈妈好 美妈的孩子想更操 离开妈妈的怀抱 幸福哪里找 哎,唱得很不错 谢谢,谢谢,你唱得也很棒 你知道,我小的时候 其实很有名 就是我们班里的同学都认识我 然后我的爸爸妈妈的很多朋友也认识我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你唱歌唱得好 对,因为我唱歌唱得好 特别是唱这首歌 唱得很好 所以每次有朋友来就让 你唱这首歌 唱,唱歌 唱给大家听听 世上只有妈妈好 对 那爸爸呢 爸爸不会很不高兴吗 那我就不知道了 对,但我记得我上小学四年级的时候 有一次开家长会 家长会就是 在中国学校一般 每个学期要开一次 然后所有人的家长 或者爸爸或者妈妈 或者爷爷奶奶 外国外婆会来 去学校 对,然后当时我们班可能 有四十多个学生 我忘记了 但是所以有四十个学生 加上四十个家长 八十个人 在一部戏里面 对,然后当时我就唱了一首歌 歌的名字叫 这首歌叫 世上只有爸爸妈妈好 这是公平的 对,因为他们怕 这个爸爸会不高兴嘛 所以就是找了一个故事 找了一篇文章 然后把歌词改了 就 世上只有爸爸妈妈妈好 有爸妈的孩子想快包 别的我忘了 对,但我觉得很有意思 嗯,很好玩 我觉得每次唱这首歌 都能想起很多 很多小时候的故事 对不对 很多童年的回忆 没错 我会想起我小时候 一起玩的那些小伙伴 嗯 我还记得我小时候 我有一条裙子 我妈给我买了一条裙子 上面写的就是 世上只有妈妈好 世上只有妈妈好 嗯 然后我照了一张照片 穿着一条裙子 笑得特别开心 现在看到还是很开心哦 对 那我们来看一下歌词吧 好啊 世上只有妈妈好 哪里只有妈妈好 世上 世上只有妈妈好 世上 对,就是世界上 世界上 中国,美国,英国,法国 什么日本,韩国 放在一起 就是世界 所有的国家在一起 就是世界 这么多国家 对你最好的人是谁 妈妈 所以只有 只有妈妈好 爸爸不好 爷爷不好 外公不好 外婆不好 叔叔不好 奶奶阿姨都不好 舅舅舅妈不好 没有人好 只有妈妈好 好吧 世上只有妈妈好 只有妈妈对你好 嗯 有妈的孩子像快宝 有妈的孩子像什么 宝 有妈的孩子像快宝 哦,宝 宝贝 哦,宝贝的意思 嗯,宝宝,宝贝 如果你很珍惜他 你很喜欢他 你很爱他 他就是你的宝 宝贝的宝 嗯 孩子是妈妈的 一块宝贝 对了 嗯 孙子孙女是爷爷奶奶的 宝贝 嗯 嗯 我的戒指是我的 宝 对,因为很贵 而且是我的丈夫买给我的 所以是我的宝 宝很多钱的东西 就是 哦,对,很多钱 嗯,才能买到一个宝 对 嗯,所以孩子也是 一块宝 宝 就是非常珍贵 不可以用金钱来买的 买的 对了 嗯 有妈的孩子像快宝 这里的快 是 一块宝 两块宝 三块宝 是一块宝的意思 一个宝贝的意思 嗯 所以什么和一块宝一样 什么是一块宝 有妈妈的孩子 哦 有妈妈的孩子 就像一块宝贝一样 哦,因为有妈的孩子 有妈妈爱他 对 有妈妈说 哦,宝贝我爱你 妈妈 我给你 妈妈会给宝贝买衣服 嗯 会给宝贝做吃的东西 嗯 是吧 给他礼物 给孩子讲故事 给他讲故事 给孩子很多的爱 对 和注意力 嗯 所以有妈的孩子 像一块宝 很快乐 很幸福 对 嗯 投进妈妈的怀抱 幸福 想不了 投进妈妈的哪里 幸福想不了 怀抱 投进妈妈的怀抱 幸福想不了 嗯 一个月的孩子 在妈妈的哪里 孩子一个月大 妈妈抱着他 他在妈妈的怀抱里 哦 女朋友在男朋友的哪里 女朋友在男朋友的怀抱里 对啊 因为男朋友很爱女朋友 所以抱他在怀里 所以女朋友也在男朋友的怀抱里 所以投进妈妈的怀抱 什么妈妈的怀抱 投进 投进 就是孩子说 妈妈我来了 抱抱我 啊 这个叫投进 就是跑过去 让妈妈抱他 妈妈抱我 抱抱 嗯 女朋友投进男朋友的怀抱 孩子投进妈妈的怀抱 没错 嗯 所以投进妈妈的怀抱 是高兴还是不高兴的一件事呢 是非常高兴 非常开心 非常幸福的一件事 嗯 所以是幸福想不了 幸福什么 不了 想不了 就是有很多很多幸福 用不尽用不完 享用不尽 享用不完 哦 享受不尽 享受不完 因为幸福太多太多 太多太多了 哦 所以你怎么用都用不尽 很甜蜜 对了 年轻冒没有才华 用也用不尽 毛不易 像毛不易的才华一样 对 幸福想不了 世上只有妈妈好 那没妈的孩子像根草 所以没妈的孩子像一块宝贝一样吗 不对 没妈妈的孩子不像一块宝 因为孩子如果没有妈妈就感觉就觉得没有人要他了 没有人爱他 没有人理他 没有人关心他 对 所以像什么呀 像一根草 像根草 嗯 所以我们可以说一根草 两根草 三根草 对不对 对 现在是冬天了 所以我们的草都变成了黄色 对 我们院子里的草都都枯黄了 变黄了 夏天的时候草就会又变成了绿色了 对了绿色 嗯 什么动物喜欢吃草 牛喜欢吃草 兔子也吃草 兔子喜欢吃草 嗯 羊喜欢吃草 对了 老虎吃草吗 老虎吃肉 老虎是吗 嗯 哦 我都忘记了 老虎也吃孩子 所以妈妈赶紧把孩子抱走吧 没妈的孩子像根草 离开妈妈的怀抱 哦 幸福哪里找啊 所以这个是 嗯 离开妈妈的怀抱 没有妈妈抱的意思 对了 再见了妈妈 没有人抱我了 没有人关心我了 对 离开就是和一个人说再见 再见 我走了 嗯 我离开你了 对不对 就妈妈不在身边了 对 没有和妈妈在一起 如果说我和爸爸说再见 就是 离开爸爸 我和爷爷说再见 离开爷爷 我和朋友说再见 离开我的朋友 我和我的家说再见 离开我的家 嗯 离开妈妈的怀抱 幸福哪里找 离开妈妈的怀抱 有幸福吗 就没有幸福了 嗯 所以 可以找得到还是找不到幸福 找不到幸福了 嗯 所以是 幸福 哪里找 哪里找 哪里找也找不到了 在哪里可以找到我的幸福呢 没错 在家里有我的幸福吗 没有 在学校有我的幸福吗 没有 嗯 在 在哪里有我的幸福呢 我不知道 嗯 没有幸福了 所以第一段是让人很快乐的 对 第二段让人感觉很难过 对 有妈妈的孩子像一块宝 你的幸福是想不了的 没有妈妈的孩子是像根草 你的幸福哪里找也找不到 嗯 好 所以啊 母亲是非常伟大 妈妈是非常伟大的 没错 嗯 我们要珍惜自己的妈妈 对 嗯 对 所以有空的时候跟妈妈说我爱你 对了 投进她的怀抱 没错 嗯 好幸福 嗯 好 我们再来唱一遍吧 好 一二三 世上只有妈妈好 有妈妈的孩子像快宝 投进妈妈的怀抱 幸福想不了 世上只有妈妈好 没妈的孩子像根草 离开妈妈的怀抱 幸福哪里找 最后一个音就是很低 所以我每次唱都要很小心 要不然就 找 就会很难听 呵呵呵 嗯 好了 那今天的歌曲故事就讲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听 谢谢 希望每个人都是你们妈妈的宝 即使你十五岁 二十岁 三十岁 四十岁 五十岁 六十岁 嗯 都可以投进妈妈妈的怀抱 对 嗯 那有的人 可能自己有孩子 对不对 嗯 也是别人的妈妈了 多抱抱自己的孩子 对 嗯 好了 那听故事学中文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 听得越多 学得越好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继续在Facebook Twitter和Instagram上 关注我们 然后在Itunes上 给我们一些好评 我们得到的好评越多 就会有越来越多的人 知道这个节目 对 同时也欢迎您在Patreon上 嗯 关注我们和支持我们 嗯 你们的支持越多 我们就能做得更好 非常感谢 非常感谢 嗯 请继续支持我们 好 再见 感谢收听 下次再见